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朋友都有便秘的困扰 长期便秘非常的影响身体的健康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医生朋友推荐给我的小秘方 吃了一次便立竿见影 立马便排出肚子里成年的数变 整个人也轻松舒服多了 肚子也小了一圈 比吃蟹药还要见效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火龙果 火龙果味道酸酸甜甜的 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是我们大众家中常备的一种水果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火龙果这样搭配 对缓解便秘有其效 现在我们先把火龙果对半切开 火龙果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尤其是火龙果的纸 食用后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有很强的通便作用 另外火龙果中还含有丰富的水分 可以使干燥的大便更好地排出 并且火龙果中含有丰富的果胶 食用后可以在肠道表面形成一层果胶层 果胶具有很好的华力性 可以华力大便 因此有很好的通便作用 这里我们只需要半个火龙果就够了 把火龙果切成小块 然后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根熟透的香蕉 香蕉的口感甜甜糯糯的 非常的好吃 因此也是我们大众都非常喜爱的水果 香蕉本身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香蕉富含钾离子 钾离子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这样就达到了通便的作用 另外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糖核 有利于消化和通便的功效 香蕉中还含有水溶性的植物纤维 不但能够增加粪便的体质 还能够使粪便变远 从而使粪便更容易的排出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吃香蕉后 反而便秘更严重了呢 这是因为胃熟透的香蕉里面 含有一种物质叫油酸 油酸有很强的收敛作用 可以将粪便结成干硬粪便 从而导致便秘 所以我们要想吃香蕉 达到运藏通便的作用 就一定要吃熟透的香蕉 香蕉切成小块后 也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瓶酸奶 酸奶对便秘也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酸奶中含有大量的益生菌 可以有效的补充人体所需要的益生菌 能够有助于肠道的蠕动 可以使粪便更容易的排出 接着我们把酸奶倒进香蕉和火龙果里 然后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拌匀后我们就可以食用了 火龙果香蕉和酸奶搭配在一起 它的味道非常好 可以起到神奇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吃一次就立马可以排清肠道里面的树变 帮助清理肠道里的毒素 像帮我们肠子洗了一个澡一样 把肠道里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 而且它们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便秘比较严重的 我们就放一个火龙果 最好在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来食用 效果是非常好的 大家都知道 长期便秘不及时地把肠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 体内的毒素就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伤害 因此为了健康 我们平时应该积极地解除便秘的问题 也可以多吃一些能够起到排毒清肠效果的食物 如包菜、南瓜、苹果等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